今天,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最近都是在說台灣歷史 今天要說什麼 香港台灣歷史,過去的歷史做基礎 來判斷一個國家的幸福的夢 所以這個地步 國家政策和幸福 我們歷史就是說,過去的人的經驗 這個經驗是好的經驗,也不好的經驗 無關好壞 但是做我們的標準 我們各位有提到一個講義 就是說有四十七個王爭 這項下的呢,這是韓非子下的 韓非子是在兩千年前下的 兩千年前下的問題 頭一段是韓國他本來的文字 第二段是我翻譯的 你也可以自己翻譯怎麼有 但是你看 過去兩千年前,跟幸福跟夢 跟這段差不太多 你如果翻到那個錯誤 不是說一條,你這個國家就忘了 但是翻譯兩三條,四五條 這個國家不幸,會忘了 我們現在這樣來看 這個節目,這個時間 好好來享受一下 這個人 心理因素 心理的因素很重要 將關跟未將關 我們大家齁 現在,都是要不將關的人 就說,都沒有那個事情 但是我就說 一個無將關的人 到買出將關 以後他心態的變化 你現在要注意 你現在會去做一個 聽鐘、極鐘、什麼鐘 你下腳的人 會將關到你 要有什麼變化 你要用 洞察先知 你就事前就知道 你事前要知道 我們現在拿一個實例來說 這個實例就是說 不破滾鉤做的 不破滾鉤你就知道 國民黨的那個滾鉤 但是這個滾鉤 你知道誰出錢嗎? 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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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錢? 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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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孫梁山說一句話 叫做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句話有聽過的人抓去的 好,大部分的人也有聽到 那些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跟共產主義 其實差不太多 好 到外面去議要奔 沒關係 好 啊 這個原本後的成立 就是因為 這個中國的政管 完全政府誰人推翻了 啊 啊 袁世凱對 袁世凱是軍事政變 他台軍握在手上 發政兵 把他放在 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 那裡 這樣好啊 我做做王啊 他就選台總統 啊 這個 這個孫梁山在南京 就任臨時大總統 什麼叫臨時大總統 那 假選的啦 是 袁世凱說來北京 大家都不去北京 北京當然是太多了 啊 選台總統就是 袁世凱做總統 所以 中華民國的創始人 不是孫梁山 是袁世凱 那 我們在頭上都去用水派去 水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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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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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有 什麼 都 那 但是 說出來就 不打了 在那個時候,袁世凱做鳳梯 他帶了他的心理,他現在將館之後 他就想說他要做鳳梯 所以叫做紅獻稱帝 做鳳梯,做九十天不久,就聰明了 沒有那個名字,聰明了 聰明之後,他的軍隊在那裡,大家都獨立起來 我一個國,他一個國,這樣中國亂七八糟 在亂七八糟的中間,南部的這個 抗黨省的這個孫中山,有一股力量 這個蘇聯想說,我哪要來支持這個黃埔 支持孫中山,因為孫中山說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就跟他支持,拿什麼支持? 拿金錢,青錢,武器,教官 王國、蘇聯社的教育 來課,單位黃埔軍校來課 所以黃埔軍校成立的時候 校長要叫什麼人做 就孫中山想想的 以前有一個孫賣,去日本孫賣 叫那個來,叫那個孫賣 孫賣做校長 啊,教父長什麼人? 周恩來 所以周恩來是共產黨 所以黃埔軍校成立 就是國民黨跟共產黨 到處成立 但是要注意共產黨那時候 真歲真歲,人真舊 那個主義要不要團出去 啊,這個就是黃埔軍校成立那個工 的相批 這個武器 陸軍軍官學校 這個阿毒啊 這所年人 這個孫中山啊 孫中山後面,這個很少啦 這樣黃埔軍校成立的 這樣黃埔軍校成立的 所年拿錢出來 啊,英國所年的錢 英國所年的九冬 武器 阿,北法 阿,北法 北法的時候喔 剛才中國兵喔 阿,那個黃埔軍 我的軍力是你的軍力是 所白的工 我如果白的工啦 所以為 工黨打到南京去 那有什麼什麼戰役 什麼戰役啊 沒有 所以,降到南京去 啊,降到南京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 孫中山應該是 欸 欸 台冠論 落到九戒舊的成功電腦 九戒舊 產生心理變化 這就是我要 給大家注意 你掌權之後喔 你手下的人也掌權 手下掌權 是不是有心理變化 啊,這個心理變化就是說 九戒舊就是說 到南京之後 好 那個 那個 北方的 這個 東北的這個人齁齁 張學良 有沒有 張學良的老伯齁齁 抑制 抑制就是說 換你國民黨的旗 這樣就改冠了 齁 這樣就全國算統一 統一 統一出來 壓心就大起來 不知道 九戒舊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 第一件事就是 把雲林動罪秀林台 有政府嗎? 有 這個 大家都知道的事 叫做青檔 青檔你不要跳過 對 青檔就是什麼意思 不是青鄉喔 青檔 青檔 國民黨裡面有共產黨 把共產黨代表什麼 這就是 人性 這個人性喔 在歷史上喔 不只發生的 這個 這個 明太祖朱元璋 也一樣 明太祖朱元璋喔 國家生日之後喔 開一個大酒會 把所有的中間 有公路的中間都搶搶來 搶搶來 搶搶到一半 他就走 那間房子喔 地雷把它爆炸 把所有的中間都搶搶搶去 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做事 所以 明太祖 四個後 他的兒子喔 要去化妝做 下太早 不知道有 震合一下西洋 找七遍的事 這就是 一個人喔 在著館 跟在著生日後 心理上的變化 現在就說 漢民族 國內衰退的原因 漢民族喔 號稱五千年啦 那碰風的啦 差不多三千多年啦 吼 有文族才三千年以來 那是三千多年的歷史 三千多年 二十 三的條代 人家說二十五十啦 皇帝 不要把他算一個 一個朝代啦 什麼皇帝 什麼指南針喔 什麼吃油大戰 皇帝喔 那都是 神話故事 不是啦 那是說 比較好聽的啦 其實那都是 黑白講的 黑白講的 在我們頭上 就想說 欸 那正經的呢 皇帝發明指南針的 齁 沒什麼事情啦 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的原住民 有八千年的歷史 因為我們發現 就是一個 八千年的九關 哦 那八千年以前 在這裡都有大人嘛 那都有歷史嘛 那是沒有 不可以這樣說 有文族 才叫這個歷史 哦 啊這個 那些 漢民族 國立怎麼會衰退 平平那個時候 在歐洲 在西方 和在東方 同樣 人 同樣開始 開始發展 開始發展 開始發展的時候 大家都拿桌子上台 拿桌子上台 台台的 漢民族 轉原地踏步 原地 原地 不會進步啦 哪會不會進步 主要的原因 我們的頭部 去碰去 今天要跟你說的最重要 就是頭部 不要碰去 頭部怎麼碰去 你如果要做大關 你就要參加科舉考試 對不對 不然有 秀才 孤零 禁述 獎 獎元 你如果有得到這些問題 你就 公民立入 這些人 鄉修的公民立入 總共有10萬人 這千多年來 10萬人鄉修的公民立入 你如果知道說 我去做秀才 要去做秀才 就是要戴什麼主 戴空主的 四十五經 一本就好 四十五經 你如果戴到什麼 你就是 這條公民立入 四十五經 大家的頭部 爭的那個空 大家都爭那空 爭那空 這個國家會進步 絕對不會進步 到今天就一樣 今天喔 我們有標準教科書 什麼叫做對 就是 標準教科書下來 那個就是對 這樣對不對 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對 剛才剛才一天而已 老師問說 有什麼問題 欸 一班人押手 大家都有問題 問一下 一些問題 我想說 這裡在台灣 都沒有這些事情 這樣 台北說怎麼這麼多問題 問這個問題 問 跟這個 架道的 還沒有什麼關聯的問題 他也拿去問 但是 這些老師 都一一給你 作答 啊 你如果沒有班 他又舉手 又舉手 又舉手 所以 西方 會疑問 啊 中國 沒有進步 就是疑問 大家都 只有那間 四十五經那間 那間 那間 台灣的時候 喔 地球是他們的 變的 那 沒必要知道 齁 哪就知道 地球他們的變的 中國人 根本不知道 人家 西方世界 環遊世界 已經來到 東方 這樣一年來 自己還不知道 跟台灣叫做 Fromosa 他五五千年 看到台灣叫做 Fromosa 西方世界 沒有第二名 叫台灣沒有第二名 叫台灣沒有第二名 都叫做Fromosa 啊 讓人來叫台灣喔 有四十個名 就是你說到的 你看到的 啊 你就付一個名 啊 你說的 我也去 跟你 好像不太一樣 我也付一個名 啊 我也不可以說你不對 啊 你也不可以說我不對 啊 所以台灣有四十個名 這就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個地球是他們的 啊 西方世界怎麼會進步 西方世界本來也是沒有進步 本來給天主教 替色安安 天主教 替色安安 替色安安 替色安 替色安 但是 英國五千年 英國一千年 英國一千年 英國一千年就是 原來還有 杜瓷 濾 一千年的 这就是赎罪券 阿玛町楼顶 说有天后有这件事 他就在这个教堂外面 就打了一条故事 说教皇95条的罪状 你这种就是贪财 这我都想就说 我们台湾人在搜金 那搜金不是怎么办 蛤 不,那就是骗鬼 如果要骗鬼,大家来骗吧 那叫骗鬼 明明没有那种东西,你就要烧 现在烧到多厉害? 我又烧一间厨 那还烧一间厨 厨厨 那烧到他就有厨厨 有厨 你看,你看看有多单纯就好了 我们的头要叮咚 不要叫固有的传统给你收到 给你收拾 这个人收拾的时候 哪会进步 西方世界 在英后一千年 因为马丁罗迪说 九方有座 九方这个赎罪卷不对 所以 西方世界开始 但是 可以说地球是贏的 以前你如果说地球是贏的 那你把上帝放在哪 上帝都放在哪 上帝都放不到 那这样不可以 那现在说地球是贏的 那生一人 就可以到 印度 那有一个人叫做 不是麦泽伦 这个 就开始 由他厨厨去删 要删去 沿白尾十度 啊 由他厨厨开 就这样删一人 到印度 但是他走九十天之后 刚才有一个 刚才有一个道书 嗯 看到这些人 啊 这些人是 印典 印第安人啦 意思是印度人啦 那 汉文反映 印第安人跟印度人 差很多 其实 英语是同样 印典 印度人 阿伯秀知道不对 但不对也没办 现在也叫做印典 啊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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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叫做 West Indian Islands 西印度 西风世界 因为 间接了这个 苏匠的 决定 人进步 啊 发明清 哦 发明 江额决定 文艺复兴 所以 世风平 当风进步 进水 到了这个 火兰人 一六二十年来宣战台湾的时候 来宣战台湾的时候 这个火兰人说 我们两个火兰兵 还是两个英国兵 都可以打败 中国兵五十名 二比五十 就是我逛你二五倍 这句话是真的假 中国兵怎么打败到那种形 我们说尚用的帝圣公 帝圣公打败给人 他出兵过的 两万五千名兵 来到台南 还有人先打败 你要从哪里走 你才不会打败给他打败 对 好 那火兰人 多少人在台湾 中和共和 整台湾算起来 两千人 那如果在台南地区 哪有一千人就很多了 所以两万五去打一千人 还打败十九个 不是说我两万五千人 一箱就把你 台湾拿起来 打败十九个才打败 所以 这个说 二比五十 这个是正确 那还有蒙古人 蒙古人不是汉林哦 蒙古人来 跟东 来到中国这个地方哦 跟人哦 分约四的四个等 它是 舍墓人 这哦 蜜蛛有色的人哦 叫舍墓人哦 包括 中当 当后 还有中国的人 汉林哦 汉 汉林是 原来是金通地下的 汉族和女真 气男破坏的高立族 和男人 其实 正确的汉民族 叫做男人 啊 汉林是 买手的严贬 买手的严贬 就是 这 客家人 大概这个时候 会严贬 这家团体哦 本座十种 十顶 一贬 一贬 第一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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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贬 二贬 第二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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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贬 三贬 哦 做贬 还不错 哦 四道 武功 做工人 做隆厄 七一 八畅 第二贬 第二贬 是去做记忆 哦 八十 啊 酒乳 第二贬 这是 垃圾人 这是 空主的主的 这些人做贬 酒乳 食盖 这句话哦 现在你还听得到 听到什么 臭老酒 什么叫臭老酒 你这个 这个 臭老酒 臭空主的主 不是说你八二就是臭老酒 你 你 扶到空主的 那一类 臭老酒 你们有没听到 臭老酒吗 没有 没没听到 哦 这个 这个 你要注意听 你要跟 中国人说的 就 你说臭老酒 他会欢迎 就对了 哦 啊 万一人来通敌台湾的时候 哦 中下 分化的因素 哦 这 万一人来通敌台湾 他要把你 台湾要通敌 第一 让你不团结 有分类制度 什么叫做分类制度 就是 跟人 分类 给 全球人 将球人 客人 万一人 啊 让你们 向上既然相台 哦 在台北有出名的一个叫 张全斗 将球人跟全球人来台湾 啊 全球人台湾 走去 大厨 延绵 北路以台 啊 啊 敏克斗 佛路人跟客人 圍不一样 你们下去台 哦 啊 还有陷吉斗 这个军台 那个军 族姓斗 对这个 信用的台 台信里面 哦 啊 还有一个 客客斗 客家人 客家人 也让你们 愿不愿 好 哦 让台湾 参行分类制度 这个 这个 奥制度 现在也要留下 现在叫这个 哦 在台湾出生的 孩子 哦 那他老板山东人 这个孩子 也是山东人 去到山东人 人家叫他 台包 哦 哦 啊 他也没感觉 他是山东人 哦 这就是给你分化 哦 哦 这分化哦 这很厉害 哦 三年任期 万千派兵来台湾 来台湾 来台湾 做冰 做冰 三年遇寒 你做冰 做冰三年遇寒 所以台湾 有这句秀句 叫做 三年干两年 末 三年 会干哦 两年落地了 就堆到末末末 啊 只要落地了末 趁你去台湾 洗洗也好 哦 这 有这个问题 啊 隔山路 不准西卷 万千通帝 台湾哦 你不可以 带母亲来 主要的原因 你如果在台湾 像学 吴三桂 那样哦 去云南 十年以后 抗清 哦 对 你倒不掉 你不可以带母亲去台湾 啊 你如果在台湾 走返 我就跟你 母亲 台湾 所以台湾 缺帖 所以 咱有一个小狗 说 娶一个母亲 抗牙三仙天公座 哦 啊 现在是促成 台湾民族的形成 哦 咱的那个血统 依据在现代的 那个科学的分析 林玛丽尾哦 林玛丽 Р 슈آ 你们家如果在做分散、喜床,母国座大尉的,有没有? 那就是了嘛,我们母国座大尉,我们不是阿伯座大尉 母国座大尉是母系社会,秘宝座是母系社会 所以母国座大尉啊 这就是发生的第二个成功,副军的事情 你们说,母国座大尉,我小时候,母国座大尉 那不是去叫阿伯,不是 因为,母国座是,母是大 家长的财产是给母的 啊,女母旧公,啊,生一个小孩出来,叫什么名字都母了,没关系 啊,要生什么?啊,就穿着素食 啊,素食,然后用那个食材和汉食 所以我们的台湾有一个特色 台湾的人,大大的所在,和汉食很有关联 一句,最久叫做,六港市一半 社头小几村,什么意思? 对啦,六港哦,生死的一半 啊,社头哦,生小的哦,几村头都生小了 啊,所以六港市一半,社头小几村 啊,小几村,生小的几村,几村头都生小了,不是去小了 啊,这就是,以后,还有我们,我们的手哦,先把它拼下去哦 如果有孫哦,这就是拼不足的意思啦 啊,手都拎,啊,还有咖啡正头啊,有笔孫哦 这也是一种标志啦 这个在中国的社会哦,也是会起变化 有出现这个太平天国 哦,太平天国哦,洪秀泉 生完一百一宿到一百六宿 外国在一起 他更当的客家人哦 他得到一分之,叫做劝势良言 这分之就是圣经啦 啊,以兰哦,創立拜上帝 啊,上帝明明义 所以,斩除妖魔,拯救世人 哦,啊,他是亚索的修帝 所以,自称天帝 哎,这不会... 他自称天帝 你知道,灰高的创始人,默汉默德 也是亚索的修帝 也是亚索的修帝 哦,也是亚索的修帝 啊,他设一天一本圣经 不过,他给一本可兰经啦 他去以后 建立太平,太平天国 啊,但是... 但是这个国,生日后 不能管理 来对卵七八糟 争权夺利 来对的钱 不达到兰青的钱 自己来对钱 啊,我有看到一本生日 人下的历史 太平天国的历史 他派人 哦,你这派 亚索派的齁 真好 是不是我要 君子支持你 太平天国 啊,结果去看看 啊,他 离谱,离谱啦 太离谱 所以, 年度回来来支持 曾国藩 所以太平天国 有没有带到兰青 这就是 你如果要 香港西方世界 那一套 你也要 搂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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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朱王 皆荒于酒色 不思进取 内奉 所以 要去洋秀 洪秀琴之山 太平天国 全梦 但是 我们主要就是说 我们说 四十七的 王国的特征 这特征是 法家来的 中国有十大家 但是你注意哦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 儒家 空宿 就是 头部自己 收起来 头部自己 收起来 村子你都不用想 但是 你要知道 两千多年前 法家就来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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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管是核心 那 王国霸道 因为 就是 所以 我们现在就说 你如果犯罪 腳上背 把你 变形 变一下 变一下 变五下 他说 强调 王国霸道 制度来 约束 臣下 远胜过一时的人质 你怎么 王国人 怎么制 无法的 你就 法律 收起来 这个 但是正经的方法 所以 法家 强调 君主 应该 运用 法 率 水 法术是 这三个 想运用的最好 就是 商鞅 商鞅变法 所以 这发生 在时代的进步 发生变法的时候 这叫做变法 唯有这个变法 它能 达到 富国强兵之道 富国强兵之道 又一句话 是不是 对 你要去监督 过度遵守 救贵 最近 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的人死去 就要做 七七四十九天 又 跟人 肯定 就要去 那 你 基督教是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基督教 做一个 告别式 人 一个 上去 在那儿唱歌 上边 那天 刷就刷 就去燒,就去呆 沒有什麼七七四十九天 沒有啦,你如果要再七七七十九天 頭部是不是要再調整一下 要再調整一下,感到要這樣 有的,我怎麼看有的說 炒到隔壁這樣,大家都在炒 這樣也不對勒 所以這個,不要過度遵守舊規 舊的習慣喔,不一定對 你要知道 這個圖片喔,就是喪羊啦 這個圖片是不健康啦 但是,唯一可以找到喪羊的面 這個圖片喔 喪羊是什麼人 390BC到338BC 390BC就是在這尊2500年 2500年前的人 就是喪羊 阿姨 姓公孫喔 名羊 秦孝公園的時候喔 封於喪羊 跟他弘作喪這個所在 所以叫做喪羊 阿姨 他對 尊嚴 以法治國 又換來敵國 受禮禮無情等人的影響 阿 比這位為國宰相公孫 署座 公署座 加成 阿公署座喔 打鼻 打鼻就 皇帝來看 國王來看 會王來看 他說喔 你要重用喪羊 喪羊這個人很厲害 你要重用他 重用他喔 阿你如果不要用他喔 就跟他打鼻 叫別人用喔 這個皇帝來看 那個國王被拱起來 就跟他打鼻 阿 會王照料喔 他也跟皇帝說 我跟會王說喔 你很厲害 要重用你 阿如果沒有重用你 就跟他打鼻 阿你小心照 阿皇帝說什麼 他如果沒有重用話 就是不要聽你的話 不要聽你的話 用我 也不要聽你的話 給他打鼻 所以 他不要照 阿就問他 阿這樣就叫價關 所以皇帝很聰聰 要就皇帝 不是去秦朝 那時候是秦孝公 阿葛 阿葛 跟第一次跟秦孝公 見面的時候 皇帝到 武帝知道 要說到皇帝 躺躺躺去 不要照顧他 第二邊 三樣子又去說 王道 這皇聽到也不爽快 第三次說是說霸道 霸道 要不爽快 要不爽快 孝公 要不爽快 要不爽快 第四次見面 數日不厭 兩人說 我哪天都不爽快 不爽快 所以 重用商鞅實行便法 我們現在還要檢討 我們現在還要檢討 這個問題 你如果皇帝到 可以在你國家的 代替無法度 說到皇帝躺躺躺躺 皇帝王道 也不通 那最有通就是霸道 腳趁過來 打五個 還有幾天 再打五個 這就是霸道 所以 我最多贊成 我們的秘書長的那個做法 慢慢生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感到的 日關節 他在秦國 商鞅 他的書上 秦孝公 到三天 秦孝公到三天 所以 所有的事情都 很順利 順利的中間 也去商鞅 王公大臣 他們家旗的利益 所以王公大臣 大家都很順利 我本來 有人收錢做 現在錢都 變成農民的 我就沒人收 這樣 所以很順利 要去順利 秦孝公四天 你知道嗎 商鞅 雖然收到這些 收海者 這些 王公貴族的收海者 給他台詞 五馬分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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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說另外一個人 韓非子 就是我們 手的 以下的 這些東西 這人 大隻 就是說話說話清楚 但是文筆真好 以反對儒家的禮 維護貴族特權的禮 知識落後的不公平的 在台灣現在也是維護 少數人的利益 不公平的 這一定要摆壞 這一定要摆壞 翻倫的作用 第一的作用 是定分指針 什麼叫定分指針 他說有一個肚子 有一個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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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去摆壞 有肚子的人 自己抓起來 那肚子你的肚子 因為肚子沒有主人 那肚子 那肚子 那肚子說 菜市場裡面 有人在賣壞 在人家裡面 有十塊肚子 你們怎麼可以去抓 那肚子 那肚子 這個 主人 有主人 所以 就是說 我們要做事情 定分指針 你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如果去那肚子 菜市場裡面 討論你把他抓一隻出來 就要走 這是違背法律 要受到自罰 這就是當時說法律的事情 第二的作用是 新公巨報 鼓勵人 立戰功 讓那些不法制度 恐懼 新公的最終目標 就是復國強兵 法律的作用 好律惡害的人性論 法律人為人都有好律惡害 要利益 不要害處 會 辱人性 他就說 尚人日夜間沉 我穿你路 還沒感覺 因為利益 就在頭前 起陰就他 抓好的人 不怕危險 逆流行進 百利益 還沒 不在意 是追求 抓好的利益 有這種 一樣的俗證 所以三樣 會得出結論 人生有好物 故民可治也 民為什麼可以治 因為人生有好惡 故民可治也 因為人生有好惡 故民可治也 這句是 要去得住 你有愛是愛 我走幾百里路 去做生理 我賺錢 我這樣送 我去抓幾百里路 去抓魚 抓到魚 回來賺錢 這樣送 這好利 人生有好惡 有喜歡的 有不喜歡的 所以 人可以獨立 再來 不法股 不尋針 就是說 他提出 古早的 說的好事 你不必要 完全照他走 今天做的 不錯 你如果有平衡 比較好的 你就要做 這就是 我們思想想 不要去弄百事 法股尋針 時疑而至不易 則亂 一段一段 時間 時間 過了 地理 不易 不變化 這樣亂 時間過了 你沒有去 沒有去 沒有去 時間的進步去進步 現在有手機 你還要用 電話 這樣 不對 有手機 就有手機 要怎麼來運用 他把守舊的儒家 諷刺為 守株待兔的 愚蠢之人 他把儒家說 你們是守株待兔 什麼叫守株待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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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肚子來嗎 沒有 第三天也沒有 第四天也沒有 這叫守株待兔 他就是 倫慰 儒家 就是守株待兔的人 看人家這樣這樣會來慶慰 商鞅盛道生不害 眾法眾士眾術 各有特點 韓非子 跟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 是健全法治 四世子 君主的權勢 要獨掌 君政大權 君王要獨掌 君政大權 數世子 駕馭勤生 防止犯上作難 維護君主的地位 現在 軍權 現在在國安尾 不一定有軍權 但是這個法術士 要能夠運用 這是生不害的 這是王國術 出名的 法家的思想 跟我們現在說的 民主的形式上 有根本的區別 區別最大是 法家極力主張 君主極權 而且絕對的 這個要注意 所以有人說 你們民進府 沒有自由選舉 不可以自由選舉 我們有千里 建國黨就是 買家具費員 不可以是千里庫 一個人 開一百二十萬 一機開百的人 第二 第二 家具費員 全去投票選舉 選舉 選舉 跟建國黨解散 通過 中華民國法律 不能解散 政 所以要再換 所以 但是這個 錢已經變了 錢已經變了 我們在說這個 法家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說幾個人 韓非子 韓非子 是 河南新政的貴族 但是 有人說他口吃 他跟李斯 都是尋職的弟子 當然韓國 很受到 鄰國的欺負 韓非子 就下一個文章 姑憤 五穀 等 一系列文章 但是這些文章 去給秦王政 秦王贏政 秦王政 就是秦始王贏政 真心想 就要邀請來 證告 但是來證告的時候 沒辦法發揮 因為 一種 一種 賣台韓國 先去台造國 那韓和造是什麼 因為 本來是一個大國 叫做禁國 韓、造、衛、三者、分禁 那你先去台造國 再來台韓國 但是這項事情 讓這個秦始王贏政 李斯 嫉妒 雖改陷害 韓非子買去 自殺 是嗎 我們注意歷史 是不斷的發展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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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古老的原則 韓非子 他用建國時代的俗衆 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 是在四方 要在中央 所以這個月的時候 你做一個單位主觀的時候 要掌握住所有的東西 要在中央 這個 韓非子也要主定 改革 和實行 法治 要求 廢先王之教 先王 本來有 創一些法律 那個世界的婚禱 制定了法 法不阿貴 法不保護 規則 刑不必大臣 賞罰不宜批夫 刑法 你做大神的 膝蓬佩要用勝五個 就要勝五個 你不能說 你做大神你就不用賢 賞罰不宜批夫 善恰人 有說要想 嚴刑 嚴刑 縱罰 人民才會順從 社會代的安定 以及 為了結束諸侯格局 建立統一中央集權的國家 提供依據 說到這句話來 我們大家想想看 為什麼 秦始皇有發佈 合併六國 變成一個獨立的一個國家 全國都差不多多少 就是秦始皇 以前用 算說用阿公 用商鞅變法 阿伯秀換他 也厲害 也用法家 所以他的國力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所以 有辦法通一全中國 我們 注意看這個歷史 在這個 歐洲 就沒有出現這種人 就沒有出現這種人 有辦法在歐洲 全歐洲都通一 沒有 在中國出現秦始皇 就是利用法家 所以我們現在要在國家 法 要注意 剛才有說到這個 守株待兔 死守救歸不治便通 悔及志儀 有一個人打拼 打拼 國王說 他說你平在哪裡 他不可以說 志儀不可以癒 第二遍 第二遍第三遍 第三遍 第四遍就敲掉了 蘭余宗宿 就是說 一個國王 要聽人 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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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給牢 一個來 没人知道路嘛,沙漠一看,冬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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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转到,换五只买,都给他淘淘去 让五只买,你们带路,五只买带路,带路,就带出去 这叫老马仕途啦,老马仕途 所以你说,你要做你的老师,虽然他是高侠,马,为师,也不为师 你不要想说,他是高侠,他是买,来做你的老师 不要自己想说这是建设 春秋末期,封建制度破坏,诸国兼并激烈,贵族统治崩溃,星期日军王集权 在社会经济方面,贵族阶级没落,平民阶级崛起,加上工业商业发达,平民变得富裕 由于政治,社会和经济变,一向用来维持国家秩序的敌,已经行不通了 法家思想就在这个时候萌芽发展,到战国中期以后,法家思想已经成熟 特别在齐三境,韩兆卫三国奔进,秦序为流行,义士法家的发言地 所以说,这个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为什么政国会破坏?不是没道理的,它就是用法 我们现在要在国家,在你的部门,不要说你的部门有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个就好了 你同样做这个方案,要如何自己去想 法家的代表性人物,还有一个是管仲 职产 他要用重刑,主张言行为智 离礼,生不害,商鸯,我们商鸯有说过了 有些出名人,圣道 韩兵子,他有住宿十余万言 十余万日 是,韩兵子收儒家寻子的性恶论 儒家也是有认知,说人 心率就是恶,心率就是败,性恶论 老子,道家老子的无畏,构成他的法术之学 韩兵认为,人的行为多重施己施力 施己,利己为出发点,所以人性是恶的 所以人性本恶 注意听这些以前的人的理论 理师,理师是知道的 大家知道秦始皇爷的成像 他帮助秦国废丰建,定峻县 建立中央统一一统帝国 以法为教,以利为师 在事业上贯彻了法家的思想 是法家理论全面实现的推行者 这理师的作用很大 理师有办法帮助秦始皇通议全中国 这理师的功劳很大 他是出国上菜人 这理师 现在中国专门在这些 说这些历史 总结 我们中央要休息一下吗 好 要休息喔 好不休息十分钟 好